请听黄翔东博士的故事 好啊 我这地儿要快一点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就好像就一下就看到说 听说还有研究生 然后我就坚定要考研究生 所以后来就努力学习吧 然后就在大学毕业前的 你看我说82年定业了 然后81年底 然后我们就考试就考研究生 然后结果就出来了 就说我已经考上了我们教育部的 教育部应该是我们那个专业的 唯一一个名额是出国的 到美国留学的 然后就后来就82年 然后又呆了半年就是毕业 那个设计杂电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毕业了 然后就后来就出国了 因为那已经考了了嘛 就这样就到了 然后在那儿学了六年 和硕士和博士 啊 继续了 有人说那个黄博士是幸运儿啊 我也觉得您很幸运的 虽然小时候生长的环境非常艰苦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挺艰苦的 而且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主故事讲完之后 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在一起再 听一听 好 那么黄博士您说到 就是从吉林走出来 到了到四川 然后呢 又出了国 之后呢 又念硕士又念博士 念完这些学位之后 又发生了什么呢 是这样 因为今天讲这个从工程学到江选月了 所以这个这一块我要给大家就是详细稍微讲一点 因为在美国生活我们作为华人的这个家长 其实我想很多家长都有同样的这个体会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孩子出生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想那个让他学这个移地区域 这个这个很多华人家长都会这样 然后我就让我们的孩子去学小兴起 找了找个老师 然后给这个两个孩子去学 然后那个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 因为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做这个家长 管孩子 所以也不知道 当时也没太注意 然后让孩子去学 然后就是孩子就说 我们我们在这儿练琴 然后你们在那儿那个干自己的事儿 看电脑啊 然后那个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是说 那意思就是不公平嘛 虽然虽然我一想也对啊 然后我们就 我们家就是规定了就做 这孩子练琴的时候 我们必须是观众要坐在那儿看 所以那个 我就我们就坐在那儿看他们练琴 所以你看到这儿图片那两个的时候 上面那是我陪我的那个老大 跟他一起练 下面就是我在看那个 我们家的那个小儿子 他的练琴 他的那个小儿子练琴 他是那个耳朵特别好 你给他唱出来 你只要把旋律唱过来 他就能拉出来 你能拉下来这个旋律 但是呢 他呢就是比那个 他哥哥呢就稍微慢一点 他哥哥呢就很快 就能够自动 就是自己看着土的 然后就能够拉下来那个曲调 但是他的地理就比较慢 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吧 然后他就 他就不识那个符儿 你非得给他唱 所以他每次练琴 他的老师给他刘多岳练琴的话 都是我给他唱 然后他在那儿就跟着我唱 然后他就那个 他就练那个琴 所以差不多就是 就是我们家就是这样练 然后这个这个是陪他们练 陪他们练的时候 然后那个发生一个故事 就是他就老师说 哎你以前也拉个小 你要不要也挥不挥不 我说也可以啊 然后然后我就也弄了一把琴 然后他那个 这老师也就抽时间 也给我指导一下 然后我就跟他也复习一下 然后后来也练了一个 莫达特的那个小精英协斗曲 然后我们还 摩达特的 我也演奏了那个 莫达特的小精英协斗曲 然后这个加上呢 这还是除了跟这老师练琴之外呢 然后那老师他搞了一个 就青少年的那个乐团 都是一些孩子 然后那个他们乐团 每个星期年都排练一次 排练一次 然后到学期尾的时候 有那么一场演出 所以我就带他们那个 就是每次排练都带他们去 所以差不多两个孩子加起来 差不多有十三四年吧 这个时间 每一场演出 每一场排练 我都是坐在那儿听 所以我的音乐 再加上我也跟这老师 也练了一架琴 所以这时间间 再加上我那个 在汽车里的那个收音机 加上这个这个卫星 卫星那个电台 这是一个收费台 然后就能够听到 他那个就有一个不间断的 古典音乐的一个台 叫Symphony Hall 然后他就每天都在不重复的那个 反正他放什么 我就听什么 全是五点音乐 没有任何广告 所以这十几年的时间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我就这十几年的时间 这样听啊 然后讲自己也练一个琴 然后这个音乐就 就逐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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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所以也顾不上您 所以其实您的爱好这些都是发自自己内心的 而不是因为家长的期待 没有家长期待的压力 而对您的下一代的话呢 您是言传身教的 自己就在那边玩玩的很起劲 那么孩子也被你感染了 那您把您自己的爱好 也传延伸到您的下一代去了 真的非常好 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真的可以借鉴这个 其实我们华人是非常喜欢说 拍照要去学钢琴 学小提琴 要学怎么样 要画画要怎么怎么样 很多时候呢 如果不是孩子的爱好 或者您自己就不喜欢的 你强迫他 那这种可能结果就恰得其反了 那我觉得黄博士的这个做法呢 也是觉得很值得我们做家长的去思考 然后呢 想想我们怎么可以 可以增加自己的爱好 也可以怎么去发展我们孩子们的爱好 好了 那么是什么契机让您进入到作曲的呢 您请拉了 拉了那么多年 也传给孩子了 但是怎么开始作曲的呢 开始作曲 其实这个事儿也很 说起来也很自然吧 因为那个我们在那个小城市啊 因为我们当时是在靠近温哥华 那个和美加边界的一个小城市 大概也就是八万多人口的一个小城 然后里面那个我们那个城市就是几乎就是亚裔人那个很少很少的 大概 所以那个城市我最近还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就是人口增幅 大概百分之九十九三九十四的都是这个白人 然后其他的种族的话就非常少到不到五六个分散就非常少 然后那个那个城市里头 然后我们住在那里 然后我们就有这么大概长年也就能能见到经常见到就是都加起来 包括有一些美国人收养中国孩子 然后这些中国人加起来就大概就不到五六十人吧 然后我们就那个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就想就成立了一个华人的相当于是一个华人协会啊 然后我呢就是被大家推举那个做第一任的会长 然后我在那个会长上我就当了大概干了两件 现在是三件的 然后那个在那个过程中呢 然后我们自然就想到这个过春节啊 那时候过年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搞一些就跟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华人的社区都一样嘛 就过年一定要搞到春节晚会的时候 我们那就是也搞一个活动嘛来庆祝 然后庆祝的时候然后就一定要演一个节目嘛 在演一个节目然后就想到这个这个音乐的节目 然后我们对孩子都带来学习去说 哎那你们这个孩子过来可以演奏一下吧 当然那个节日演奏我们肯定是想让孩子 然后家长啊能演奏的都演一些中国的曲目是不是 然后就然后就然后这时候就发觉了没有中国的起目好演给孩子演 然后当然我们那个城市可能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们现在在我们在西雅图就就很多华人的这个音乐老师的 但我们那儿当时根本就没有都是这个白人的音乐老师 然后他们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这个中国方面的乐器 然后我们在那儿那个也算是那个了解中国的对子 然后找了然后我也通过我们小时候的朋友一起拉琴的朋友找 所以也很难找到这个中国的乐器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那个小时候我们一起拉琴的 然后他那个时候在国内的艺术大学里面音乐系教作曲 然后我就跟他聊 我说那个找不到中国的作品给孩子演 我说我想得学学作曲吧 然后我自己能够做一些东西给他们演奏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个我下次回国的时候 他说你帮我找一个好老师吧 我跟他学一作曲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 他说你都在美国了 你还回国来学啥作曲呀 那个这个作曲本来就是西方的呀 你在那儿学一首 你回国来找老师学是二首的 怎么也是短首的 你还不如在那儿直接学第一首的最好吧 然后我一想也对呀 然后我就我就就就开始有点打算学作曲吧 然后学作曲吧 然后我就我也清楚 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也知道 我们在小县城没有没有学过钢琴 实话是说 我是直到美国才看到钢琴什么样 他国内就没见过钢琴 包括在我们大学里也没有见过 所以来讲的话你看我们这儿没有这个条件 小时候 学过小提琴这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因为毕竟我们的五线谱能使那个高音谱号 但是低音谱号从来没接触过 所以我就先准备了学作曲了 然后我就去找个老师 先开始打仗来跟老师学学钢琴 找个钢琴老师 然后那个钢琴老师呢 是一个老太太 一个白日老太太 然后也教了好多 什么花人的本地的小孩 学那些钢琴 然后我跟他跟这个老师学了三年吧 然后那个每次没塞头 然后他也教我上一年 因为我还是跟我们那些个小孩比 然后他们比我年纪还高 因为他们比我学的是那种 所以他們在開我玩笑 叫我師弟 我也就跟他們叫他們師弟 叫師哥 因為他們確實是比我大 因為他們比我早 在老師學得早 所以我這樣學鋼琴 然後後來我們當地有個教演樂團 然後有一次演出完 我就跑到台上找指揮 所以我就跟他聯繫 然後我說我想跟你學做曲 然後他說那你會什麼 我說我拉過小地勤 然後會中國的二胡之類的 然後我說我想學一學 然後他說那你有上過音樂學院嗎 我說沒有上 沒上 我是學工的 然後他說那你有沒有學過音樂理論 沒有人跟誰學過 我說什麼都沒學過 我就是拉過小地勢 還有中國的二胡 然後那個 但是我說我有個想法 或者中國的好多非常優美的民歌 說非常多 我想學些作曲 把他們那個看看 什麼融到教演樂裡頭 我覺得非常好 然後他說有想法就好 然後他就給了我一個電話 不過我聯繫他 然後後來我就聯繫他 然後就跟他學作曲 就這樣開始了 我覺得非常的奇妙 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好真的是好像上天一直在指引你 我就有這種感覺 然後呢 我輸到這裡 啊 輸到這裡我想我們聽眾同學們 也肯定想欣賞一段 由黃博士compose的music 對吧 我呢收了一下 我就這個 我看這叫做虎騰 叫龍途虎樂 這首曲子呢 我先給大家播放一下 然後呢 等一下我會請黃博士給大家講一講 他當時是什麼情況下 compose the music 好不好 好 好